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四节 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 你们用什么良气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气量给你们 并且要多给你们 另外一个正确的翻译是 耶稣又说你们要留心所听到的 你们用什么良气来衡量 也会同样的被衡量 而且还将加添给你们 马可福音第四章特别的讲到听的重要 这一章有两次提到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末了却说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那要怎么听呢 在二十四节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 你们用什么良气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气量给你们 并且要多给你们 在这里给人这两个字在原文是没有的 按上下文来看 这里是讲听神的话 那么什么叫留心听呢 就是要带好的器皿来听 因为神要照着我们的良气量给我们 这个条件很重要 上帝说你要大大张口 我就给你充满 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听到听不进去 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带良气到神的面前来 神有恩典给我们 他们却没有空触装神的恩典 多么可惜呢 我们的生命要成长 教会要有前途 一定要先把听学好 以色列民就是因为不肯好好的听 以至于亡国 如果我们每一次到神的面前来 都带着大的空的洁净的器皿 渴慕神的话语 信实的主一定会让我们装满他的丰富回去 我们下期订阅